听听听 听听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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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帅 谢谢 来了酷眠 瘦脸 对 我刚刚试着关了都关不掉 我就是点了关了瘦脸的还是他自带瘦脸 好像没变 他这个瘦脸是怎么什么逻辑 怎么拍着我这么瘦 瘦的有一点点吓人 这个瘦脸好像也没有瘦脸效果 你看他这个都 最近在健身 然后感觉就是变得更好了 精气神变得很好 痘痘 这个痘痘需要一些治疗 他不能随便好 他不是自己能好的 就是需要一些治疗 不要健身 你们知道我是很叛逆的 我不会健的很大的了 我主要是强身健体 我主要是要上体能课 然后就是会再练一些手臂的线条 核心力量 而且我不是老是生病吗 我不是老是生病吗 你健身就会好这些 肯定会好一点点 比如说练练体能 因为我跟教练说了吗 我说我不能够 就是太壮 我说我就是 就是比现在就是看起来整体的 肩膀啊 好一点点 手臂肩膀 然后核心 好一点点 然后就开始就是练体能 开了没吗 开了一点点 但是那个瘦点是真的关不掉 但是我看他好像没开 他可能就是这个镜头角度问题 显得往往有点太瘦了 还是有点身材管理的 因为我看了很多 rapper啊 一些 啊一些idol啊 他们的那个 都特别特别好 他们的身材我羡慕 虽然我不会就是 不要练壮 其实这个我之前有咨询过朋友 之前就是 我看 他们就是说有的人练就练的太 脖子粗嘛 就是这个地方要是太起来了 然后脖子粗了 就会不好看 但是如果是肩膀练宽 然后手臂线条练的很好 就很好 那怎么能练到这样子呢 就是练的时候就是 动作一定得很标准 就是动作标准 然后这里不要 要带长 学学高歌 你们说对了 我问的就是高歌 问的是9 然后9就跟我说 健身的话就是要 就是要动作很标准 然后跟教练就是说好自己的要求 什么梦幻联动啊 不至于吧 这才结算没多久呢 大家还在还在群里天天聊天的都 对其实我们原来的兄弟们就有很多人的身材就很不错 往他们那个方向练 我就不会往太壮的练 吃夜宵吗 不吃了吧 今天晚上最后没有吃太 就是我发现就是和飞的美食可能跟 现在自己的食谱还是有点冲突吧 就是现在吃的还是比较严格 新眼睛好看谢谢 看看鼻子的质在这里 其实我现在的皮肤就剩这个痘了 我只要把这个痘的问题解决 我的皮肤就 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这里有一个痘痘 这个痘痘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 就是我已经调理他变小了 然后接下来继续治疗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看医生的医生说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他虽然比较严重 但是他是个常见问题 医生有办法 我说行 我就听他们的 不跟你们说太多 怕你们担心 眼镜脏了 没有啊眼镜刚擦完 别一直捂着 这不是要跟你们直播吗 我这不捂着到时候这个地方痘痘出来了 又被人截图去说 什么 男艺人皮肤管理现在都这么差了吗 什么什么的巴拉巴拉巴 又一顿联动 是不是 你们不说我 我知道你们肯定不会说我 那有的人是这样的吗 然后就贴起来 下次贴什么颜色创刻贴 下一次看一看 其实我觉得贴创刻贴也挺好的 这又不会不好看 粉色 可以啊 下次贴粉色吧 下次我们喷个粉色吧 要不 然后我们 要看造型 跟服装老师我们说一下 下一场 那那个选一个可以跟粉色搭在一起的衣服 可能就选一个偏黑一点点 或者偏白一点的衣服 粉色 粉色我还没有试过就是真正的粉色好像 染就算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发色我还蛮喜欢的 染的话 它又会掉 没事我一般是不会贴创刻贴的 我只有今天这样贴一下 而且这个创刻贴它很大 就是包住了就其实贴的不会不舒服 对我也觉得这个发色很好看 可以比心吗不可以 今天我也不跟大家播太久 今天因为 我真的我今天早上四点钟起床了 然后整理行李 然后就飞了 昨天晚上演完回去卸了妆就睡了 涂了唇膏 涂了涂了 闭关结束了吗 还行颇有成效 闭关就是我觉得是有效果的 但是还差一点点 前两天去成都找 Gavin 我们又在一起 我去我专门就是我去彩排完以后 前天晚上去找Gavin 就是我们坐在那里 把那个歌 Summer那首歌给改了 就是就是把之前一直觉得就是不好的一个地方 调整的更好了 就总算是过了一个疙瘩 因为为什么Summer一直发不出来 就是我觉得实在有一个地方就是解决不了 那现在这个解决了的话 能不能发呢 不告诉你们 但是不是以前答应你们说六月可以发吗 我去努玛丽好不好 我会努玛丽 寿林特效关一下 我刚试楼都关掉了 他还是长这样 你看 我不知道是角度问题还是什么 其实我没有开瘦脸特效 有他还是有 你看我折出这里的话 还是有的这样子 怎么样才可以还原我真实的脸型 这样是有真实的脸型 好有意思 这个好好玩 但是我已经关了瘦脸 他可能自带一点点 分了要是筋肉给我 哪有那么好分呢 继续努力 你去努力健身吧 今天我演的好爽 我演到最后一首的时候 就真的是演炸了 我感觉自己演嗨了 今天大家听最后一首的时候 是不是也觉得很帅 我今天就是今天觉得状态最好的 一个是看影子的人 还有就是火药味 状态真的好 今天有 大家有看吗 今天大家最喜欢哪一首 火药味炸了吧 我真的觉得火药味炸了 拉密拉密 火药味 影子 这几个都还可以 潘洛斯今天表现的也还可以 今天都还可以 好 关于就是伴舞这件事情呢 我们觉得就是 一个是叫舞蹈老师们的这件事情吧 我想尝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就是 如果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因为我今天演的时候 感觉很直观 如果 舞蹈老师们不在的场合 我能够互动的更 我能够互动的更大胆一点点 你又可以就是非常的 躁 对 而且 就是它就是分场合吧 比如说我未来就是 比如说去那些录制的场合的话 那我可以带 像这次音乐节 其实我觉得不用也可以 而且它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 需要一些预算的吗 那这一个地方的预算 它看似是减少的 但其实是用在别的地方了 其实是用在别的地方了 比如说我们就是 就是这次带了调音师 调音师就特别特别好 因为我们发现这两天的这个调音就是效果好超级多 然后我们今次就把那个把那个谷啊 那个什么也稍微调了一下 就整体稍微调小了一点点 谢老板送了礼物 正在向你提问 巡演可以在北京吗 会要请嘉宾吗 好护理头发 北方有巡演 我只能说北方有已经定了 北方肯定有 但是具体是哪个城市 怎么还要等官宣 因为我现在不能够随便宣的是 我们这没有确认完 我就不能乱说 确认完了就就是等官宣吧 像一些留学的朋友 我觉得你不一定就是说看不到我很急 因为我我觉得我在纽约以后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至少在纽约我可能会有lifehouse的表演吧 对留学的朋友来说 纽约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地方呢 谢老板送了礼物 好 国内肯定都会去的了 这个我就先不 记得告诉你们 summer可以唱吗 谁知道呢 留点悬念好不好 鼻子上有颗痣 对 鼻子上有颗痣 他这个美颜眉的比较小 就是有颗痣 会不会看私信 我是不看私信的 但是我是会看评论的 就是自己的评论区会看 有时候大家整的一些活 你们还挺会整的 我觉得你们还挺有幽默感的 逗逗咋样了 没关系了 在后期了 就是在这个整个治愈的后期阶段 不用担心 其实已经不大了 但是由于这一块它是那个红红的 就是它其实今天已经消下去了 所以我还是先贴上 我不想给这里化妆 我希望它早点好 你看其实你们从这个脸型已经看出 它已经完全消下去了 过段时间就是 你应该就好了 主要是我觉得好像带个创可贴也挺有趣的 所以我就决定用创可贴 你要遮也能遮 一个是我想让那个痘痘好一点点 第二个是我觉得创可贴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肿了 朋友我现在开着瘦脸 你要是说我肿了 那我看什么叫肿 这个叫肿 那我还可以再肿一点点 这个才有种 不种不种不种 创了些时尚单柄可以 好能推力好厉害 那其实我那天在那里看那个 因为当时我们就玩那游戏具体的细节 我已经不记得了 但反正当时就是我玩到第二关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已经赢了 当时我们就是第一关第二关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其实我们已经赢了 就是我们最最少是平局 就是我当时看了两下就马上就看出来了 就我在那里说哎说不对不对 有时候好像有了啊 其实就是大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那个统计的那个常识的人都知道 只是当时我就是 为什么会去这么想呢 我就说我总觉得好像 算我觉得我总觉得好像已经出来了 结果 然后我说但是大家都没有去用那些东西算 因为我跟他们就是 跟兄弟们一说他们马上也就反应过来了 他们就一起想 一个电话 帮我接一下应该是我给我妈妈买的花到了 给妈妈买了花 然后那个那个事情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当时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他们就突然在那里说哇 你好帅啊 这个好好酷啊 我就很开心 那天要觉得自己好好开心 就是我会希望自己变得更聪明一点 谁说的大家都说了 什么时候发巴士站不知道 其实我知道但是我不想告诉你们 怎么能什么都告诉你们呢 酷 酷 瘦脸 瘦脸 瘦脸真不是我开的 它是自动的 什么时候换的眼镜 前段时间去换的 就觉得之前那个眼镜不适合我 就是现在的发色 我就去换了一个新的眼镜 主播放开一点点 推理类的 但是那种就到时候小屋见大屋了 我之前玩过一些推理的一些游戏 我觉得玩不过很多人 就是跟那些真的就是很聪明的人在一起玩 我玩不过有点点 他们很快就get到了 那我就是get不到 我就是找想不出来 主播没有那么聪明 主播还是努力的那种聪明 主播是愿意思考 我觉得我不是思考能力强 我是愿意思考 就会主动的去动脑子 但是你要是大家都有我这个 这个 勤奋的程度的话 那应该就不会觉得 不会显得我这么聪明 逻辑好是因为我就是会努力的去思考 其实你只要再思考你的逻辑就不会有问题 就是你很认真的去思考一件事情 逻辑就不会有问题 但大家一般来说的话 我在生活中也是我去思考的时候 不会很认真的去思考 一八五吗 我没有一八五 那不是我 不是我写的词条 我说我没有一八五 你别跟我说一八五 主播多高 就有的时候测试一比一米八一 有的时候测试一米八二 然后有一次测出来一八一点五 反正大概就这么多吧 四十五入就是一八一了 一八一点五了 差个这么高 体重多少 之前测试六十二点七 还是挺轻的 就是二点七的话 其实有点瘦 我那天教练跟我说 说这个有点太瘦了 他说你需要增一点点肌肉 说不然其实有点不健康 我跟教练说可以 我说我想要把手臂这里 现在不是没有线条吗 我想把手臂线条练出来 然后一个是我想 就是练出腹部核心的力量 其实就是想练出腹肌吗 但是直接说想练腹肌 显得有一点点 显得有点肤浅 就大家都想要腹肌 待会说我想腹肌 显得有点肤浅 那就是说我想练核心 对不对 露铁吗 露铁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只要你练对了 是不可能变得不好看的 看方向吗 因为我又不想练到 不是往大的练 我就是练体能 我就是练那种 核心啊 然后练体能 就是练自己 让自己体力变得更好 那种 那你加油 健康就好 主要是我需要一点运动量 我身体就不是那种天生很能扛的那种 一旦工作一起来啊 我压力大就生病 但是我希望自己的身体就是素质变得很强 所以我要练体能 不要双开门 你以为双开门那么好练的吗 他们双开门就是那么大只 就是你要非常严格的饮食 然后非常严格的计划练好多年 才有那么大 我只是想要练成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非常干练的那种体型 你们这些说不要双开门的是对我到底多少多有自信啊 你是到底多有信心觉得我能练成双开门 你们有没有发现 into one 很多人身材都很好吗 你以为那是长成那样子的吗 你以为大家不举铁吗 怎么可能长成那样子的天生 你身材好的人都是练出来的 只要你练的好就不会 不会不好看 他们都练的很好 就是我的练是 穿上衣服看不出来的变化 我就直说吧 就是我所有的练就是不会比现在更大 就最多说这个肩膀会再宽一点点 然后然后手臂线条会出来一点点 但是都不会变大 懂吗 我是在我跟教练说我不想要就是 因为一般人增肌的话 他是会体脂率会上去吗 但是其实是可以做到体脂率 就是下降同时增肌的 但是这样就是速度会慢很多 我跟教练说我没关系 我就是要这个 我就是要就是增肌的同时再有一点减脂 然后把自己线条做出来 你看我这么瘦了 还没有腹肌 其实就是体脂率并不是说很低很低 就是还是可以让自己更健康一点点 拖了看看 等我练好再给你们拖吧 放心就是 我就是就是这个身材不会变化 我只是说 往收了去练 就是往那种更加好看的线条去练 就不会不会比现在更大 一言为定 好你放心吧 可能会比现在大一点点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以后也想要穿 你不觉得就是那种穿就是那种 很简单的T恤 然后配一个牛仔裤 比如说今天的造型 如果我是一个很有肌肉的人 不是说肌肉吧 就是说 就整体肢体更好 对 包括穿老头衫的人 有的是有的人就穿老头衫就是很好看的 穿无袖啊什么 对 我要战胜我的心魔 就是为了为了让自己就是战胜自己的心魔 我要锻炼出很好看的线条 但是我们之前那个无袖我跟你说 那个老师特别可爱 就是那个杂志的老师 跟我说你一定要试试这个 我跟你说绝对出片 就你穿上线拍 你要是拍出来不满意 我们就删掉 我说行吧 我说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变成我最近的口头禅 就是每次那个造型 就是我们去工作室去试的时候 我就会把所有的衣服都试一遍 因为有了衣服就是你穿上会发现好看吗 然后那天我就说 这衣服怎么可能好看 怎么可能好看 然后就穿上 然后我在那我就穿上我也不满意 但是他们说你去拍 拍出来还挺好看的 那个粉色的那个无袖皮衣 你们记得吗 我自己觉得是好看的 你们觉得呢 因为那个造型感 包括就是角度也好 眼神也好 就是我觉得 从时尚角度上来看是成功的 只是就是比较好玩 就是介于我们之前的一些黑历史 其实这件事情还挺好玩的 我最喜欢的是黑色 我最喜欢黑色 然后就是给我那个一个银色的那个手上拿着那个东西那个最好看 那个黑色是我觉得是最好看的 喜欢白色那个是吧 白色那个最开始我也有点点接受不了 然后他们说你相信我 就是真的穿上就是造型会很好啊 就是我跟他说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那么成为了我的黑历史 他们说放行你穿上 然后那个头纱 那时候还吐槽 我说这个头纱 这个能好看吗 结果拍出来还挺有感觉的 耳根子是真的 那你也不能太固执吧 你要是这个不敢尝试 那个不敢尝试 那你做做艺人不是太无聊了 还是要稍微有点点还是要大胆尝试的 其实就看审美吧 越大胆的时候越看审美 因为我说实话我自己觉得那个 第一个杂志还是很成功的了 就是我当时穿的时候就有几个 我开始看的就是一眼我就知道有了的衣服 那个黑色那一套我真的是我第一眼看过去 我说有了 然后那个白色那个衣服就是我试了一下 我说嗯拍出来片 我说有 包括那个连那个皮衣无锈皮衣 我都觉得好 就可惜我的手臂如果练得更好看的话 嘴巴好肿啊 我的嘴巴就长这样 西装那个也好看 对因为他那个他很厉害 他那个本身是个很普通西装 他把一个包这样子粘在这里 他那个造型他是粘出来 那个衣服是现场做的等于是就很好看 嗯 恭喜西装好看谢谢那一套也还可以 颠峰对决看了吗 看了 一直但是中哥是不是还没出场 中哥是不是还没出场 我一直在等中哥 我我老听到有人跟我说中哥杀疯了 就是巨帅 就是巨帅 还没出场吧 因为别在弹幕里面说一些 就是一些隐战的危险的一些弹幕 我是不会回你们的 我是不会回你们的 缺德弹幕 我可不想折他们 感决了吗 感决了吗 没有感决 就是有点累了 头发长长了一点对 下次可以稍微剪一点点 关瘦脸这个瘦脸关不掉朋友 你小子鼻子怎么会吹口哨不好意思 可能就是不方便在直播间做一些不雅的举动 所以他现在会吹口哨 但下播了以后会去解决的 会好好教训一下鼻子内部的这些玩意儿 让他下次不要再吹出口哨来 但这些不雅的举动呢 我就在下播之后去完成 个人计加一 可以个人计 主播准备下播了 因为我今天早上四点钟起了 太累了 今天我下播我就直接去睡了 这个青蛙叫就是这个声音 太累了 大家也早点休息吧 好吗 卸妆肯定会卸的 谢谢老板 什么时候写情歌 上面不就是情歌吗 我就要靠这首歌摆脱你们对我的 一些负面印象 靠这首歌 哈喽我去睡觉了 我去睡觉了 我先 给你睡觉了